观战一把巅峰七阶的对局 本局监管者是守夜人 刚好可以来看看这个监管有多强 开局进大房 有脚印 小家伙你跑不掉 带住了一个小说家 守夜人开启了悉心大法 在悉心大法的作用下 小说家进入了网络延迟状态 直接摆给一刀 小说家上了二楼 尽管被拉开了距离 但在悉心大法的作用下 小说家开局30秒内被速容 甚至连技能都没吸出来 挂在榕树下方便欣赏风景 开始干扰求生者休机 憨蛋被发现 打算来一波秦王绕住 结果把自己绕了进去 脑瓜子被敲得嗡嗡响 看到队友在救人 憨蛋打算OB一波 结果OB了个空气 守夜人用出了自己的特长 立地跳远扑了上去 憨蛋再次出现 两人相互吸了一波 但显然监管对憨蛋没兴趣 再次扑到小说家身后 为了节目效果 监管上演了一出黄金屁 让小说家有机会用出技能 以此消耗对方的道具 果然守夜人是懂这个游戏的 随后用他那犹如bug般的手杖 将小说家送上了椅子 机械师打算开始二救 当着监管的面翻窗 以示自己不怕震守 然后直接捞人 开始扛刀 先知给出了收藏了82年的老鸟 机械师在窗边打算抢窗去震守 看来这波转翻了 不仅打出鸟的效果 还没被震守 监管开始形态炸裂 小家伙就你在搞我心态 躺着吧 发现脚印 结果是个憨蛋 好家伙看来打算来个一键三连 可惜憨蛋也是这样 不过小说家被盘活 这波求生者只赚不亏 还可以换挂 巡逻了一下 发现没异常 回到大房出现耳鸣 机械师教了自己 和先知两人配合捞人 右耳机械师倒地 先知偷人成功 掠师小技 成功抽刀 看似追勘探 实则发现远处机子在抖动 直接无视憨蛋的存在 开始展示特长 那就是腿特长 超级三段跳来到小说家身后 带来个移速加成 可惜被飞轮躲掉 无奈直接闪现带死 这个故事告诉你们 残血别随便修机 小说家上天 其他人开始补状态 闲着无聊踩个板子压压惊 机械师表示自己能溜 不用补状态 敦弹为了展示巅峰七阶的实力 开始露脸挑战守夜人 摆给一刀后 差点解除擦刀 很秀的一个飞轮 可惜也就只能秀那么一年 发现不对劲 击倒憨淡后 高速前往大房 这巅峰级别的意识学不来 很好地控制住了遗产机 先知表示这家伙有挂 两秒就到身后了 只能送一刀保密 防止机械师偷机 回去守机子 结果防了个寂寞 先知已溜走 两人在角落抢机子 还快乐地玩起了贴图 殊不知 守夜人已经在路上 武士丹丹 两秒后到达 反复横跳让机械师害怕 计划成功 拿下投修师 先知偷机成功 憨淡前往OB 没有椅子被迫放下机械师 此时机子压好 求生者成功激活监管红眼 结果发现投修师还在地上 好家伙居然没大心脏 直接放着不管追憨淡 假装闪现 再绣一次黄金屁 让求生者觉得很牛逼 憨淡倒地 继续发挥长处 超级三段跳 来到了先知身后 原来是个儿子 侥幸存活 玩得雪球庆祝 弹鸟太亮 成为了一个移动的红点 蓄力刀带走 完美完成厮杀 但求生者好像没有投降的想法 然而已经无法改变局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